我想问陈志鹏老师的一点是 你为什么要来 你感受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因为昨天我们在钱财的时候 他们就在问说 哇 你十年没上过节目了 我心里想是我不红吗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很多心情的波折 你就不想去上节目怎么了 你就想去做音乐怎么了 你就好好去生活怎么了 就是今天来到这里就是我出现了 就这么简单 前段时间大家应该有看到我的新闻 比如说我在走秀的时候 那个照片 大家都会说什么腰啊 当他告诉我说这个装一定要很夸张 我能说不吗 我能说不穿吗 不行 做秀场的我 那就是秀场的我 做歌手要回到歌手的本分